最近好像看我们的人变少了呢 现在都流行5G加威尔看大小猫 看我们的人不但没少 反而更多了 五一要来了 你要去自贡看灯会吗 在成都越有紧张 就能在船上用5G加威尔看自贡灯会了 现在很流行的无人驾驶 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现在四川都有5G无人驾驶试验道路了 那以后都智能化了 哥麦子打骨子还有人吗 也不需要了 5G加吃惠农机收割已经开始投入使用 人们以后不需要再去受高温和蚊虫尖咬的罪了 所有的这些应用都是基于5G高带宽 低食言大连接的特点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字 坏 5G不仅仅是速度上的快 更是解决人与物 不与物的连接 融入本业 服务大众 为全行业带来重大发展 在我们四川 中国移动就联合东方电器集团 开展5G技术 与能源装备制造融合创新 并联合打造了5G加能源装备制造中卫工厂师分领 哇 真是太酷了 还有更酷的呢 中国移动四川公司的创新空间 更是充满了科技色彩 有了5G 生活真是越来越美好了 那除了这些 5G在四川还有哪些应用呢 那就太多了 5G智慧电站 5G网联五人机 5G救护车 5G无人驾驶 5G智慧校园 5G加VR 警区直播 都已经在四川落地了